這個是第三輪的比賽 是車輪戰啦 雙方在前面兩個回合 是第一輪是有 LSB獲得的第一大分 第二輪是有KTF最後單挑賽 拿下了這一分 也是拿下了一個大分 雙方戰成1比1平手進行到的是第三輪的比賽 比的是車輪戰啦 也就是搶四分 勾七搶四 第一章的賽道是 越野拉力賽道 這次比賽的賽制是 四個選手輪流上場 然後贏的人可以繼續打 輸的人下場換下一位選手上場 直到 那個隊伍拿下四分就是 這一次的總決賽的冠軍啦 一回合 對決的是蒼賢 B.S.JIMI JIMI剛剛在三場單挑賽表現得不錯 直到最後一個彎的尾流被反吸回去 才被超過去啦 那這一場直接當第一棒來打 好來看一下紀錄是 RUNY的127305 WKC越野拉力賽道啊 第一局一圈的賽道 對決的是 JIMI對上 SPEAR柳昌賢 金知名跟柳昌賢的一個對決 好起步 他這邊到最底才開喔 大家都非常保守 最後一顆因為畢竟是單挑啦 沒有說誰衝到前面誰就贏啊 這邊的氮氣量兩顆 單挑賽也很重要的是氮氣量的一個部分 這邊看到前面 哇爆掉 他不小心多了一個單噴 把自己的氮氣弄爆了 這裡只有一顆在追喔 這邊得趕快補氣 不然會被蒼賢拉開的 趕快先吸一個尾頭再補 有有吸到尾頭吸到尾頭 吸到尾頭 再繼續往前追 再補再補 好這邊用氣量回復囉 這邊SPEAR等一下 哇漂亮 柳昌賢這邊擋得很好啊 擋的是JIMI這個速度爆尾頭 那瞬間直接把他推出去啊 這裡再補到三氣 喔這裡路線開了喔 但是這個在前面也不一定是優勢 很有可能會變工具人啊 所以JIMI應該要找個地方擋 果然擋了一下 這邊稍微干擾一下長賢 不錯 再往左邊拉尾流 不讓他吸 但是長賢這一段 這個路很窄 一定吸得到尾流的 從左射過 哇JIMI被壓一下 這邊的氮氣量很重要 雙方兩顆這邊吸了尾流 JIMI還有一個反擊型的尾流 小飄下來右側 但是長賢做一個干擾 但是JIMI還有尾流 這個距離在空中爆 提出過的缺帽 過的缺帽 差一點啦 是長賢最後守住了 這個第一名啦 哇 就差一咪咪啊 有爆出尾流 但是那個尾數 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主要 自己看這個成績 1.29秒920 跟921 只差了0.001啊 哈哈 太可怕了 這個在快0.001 估計這兩個人 就要加賽了 喔 第二張是 第二個 LSP拍得出來的人選是 是賢秀 隊長啊 Leader啊 隊上的是 Spear 兩個都是助攻王啊 各隊的 助攻最強的一個角色 角色 那兩個人 在這一組 進行的單挑賽啊 刺激了刺激了 而且比的是成高 好啦 比賽馬上開始 成正高速攻入 蛋炒飯賽到兩圈的基本圖 也是一張尾流圖 這邊稍微擠了一下 這張賽道因為 非常好吸尾流啦 所以基本上前面都會 小打小鬧 然後最後面看一下 氮氣的狀況 以及最後的衝線 選擇上的衝線會選哪裡 這邊Spear很漂亮 他把他的甩尾黏住 讓這個氮氣延續到這裡 氮氣這樣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長度多了一點點 喔 賢秀這邊氣量補得很快 所以 長賢不讓賢秀 有停車的機會啊 賢秀不讓長賢有停車的機會啊 這裡鬆甩完 右甩 右彎 兩邊的心跳 163 對上152 都很緊張啊 爆到100多了 對兩邊都在 我剛才前面這邊都小鬧小鬧 因為這邊都殺傷力不大 最重要的是這邊的氮氣量 要維持住 以及最後面的彎道的選擇 險修要稍微掉到 後面 這邊應該估計會先吸一點 好 只有一顆喔 蒼險的氣好像比較多 這邊做一個擋 右彎 貼 左彎 蒼險這邊沒滿 這裡沒滿 尷尬 這補板 摔死了 他進不去 但是 不是嗎 賢秀 你怎麼撞那裡 最後賢秀 沒控制好的中 那下 是送走了這一分啊 哇 長賢人 二連勝啊 我的天啊 哇 這個我不知道要怎麼說了 來了 阿爆上場了 第三回合 是由 來自台灣的NEO 爆哥 上場來拯救 LSB了 能不能實現一打四呢 看看阿爆 在這一次的表現 照慣例先咳個三下 啊不是 之前他最近的咳嗽是還沒好 那阿爆 再次的登場啊 在上次單挑賽大家有目共睹啦 單挑賽的水準跟實力是一直在進步了 那這次比賽馬上來上場了 來拯救一下LSB 進入是機密的 1分32秒981 有沒有機會呢 第三開始 喔阿爆這裡沒有選擇鯊魚 選擇是爆裂 喔 有想法喔 這裡選擇是剛剛在團體賽 這個 一直在開的車款啊 沒有選擇回到鯊魚 是G選的爆裂啊 雙甩 蒼險這邊 這樣的沈左啊 補滿 再等再等 別忘了這一張賽道 阿爆是有贏過酷爾李宰赫的喔 這邊想停 但是沒有卡 沒有卡得很完整 喔 給他藏錢這邊也過來停一下 再停第二下 但都被阿爆完美的化解了 阿爆後面是有一個高超的三尾流的技巧的 算是把酷爾玩弄在於鼓掌中 雙方的心跳 阿爆來到180 蒼險非常穩定啊 165 對阿爆看來壓力也是挺大 這一局 不能再輸啦 目前在第一 第一名 倒過來 這邊稍微虛擬停車等了一下一個timing 有點讓蒼險嚇了一下 這邊吸了尾流 擠了上來 阿爆 撐住 開始了 拉尾流 阿爆選了一個最內 但是這裡看起來吸到尾流爆了 但這邊爆了也不錯 先卡住就贏 卡住就贏 應該是贏了 應該是演員 欸 還有嗎應該沒了應該沒了 不要嚇我 那個尾流應該是不會爆了 恭喜阿爆 先打下一分 有吧 那邊抱尾流給他爆 後面沒有尾流 就不怕了 漂亮阿爆 守著這一回合 好 再來 遇到了成兵 好按照慣例 再殼了三下 勝利了三殼 OKOK 這個殼出來可以 把不好的氣 殼出來 咳咳咳 比賽開始 薩摩雪人工地 對上的是成兵 誰爆了一下 再擠 阿爆前面 多補了1.7啊 好這邊只要甩一下 再頂一下 商品給商品壓力 喔 這邊兩邊心跳都很多 17多 商品這裡很兇喔 一開始就給阿爆 一個下馬威啦 但是別忘了 這張賽道阿爆的速度 可是非常快咯 而且阿爆選的車本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們開鯊魚 我開爆裂 這邊有阿爆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記得阿爆這種想法 往往都是他自勝的關鍵 這裡暫停 大家把我意識到 先選擇內線 把這個路線壓住 但是他氣量有點少 要等一下 這邊得多補喔 因為他這邊氣很少 只有一顆 等說商品這邊 哇等一下 沒氣了不行 要再補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先把氣補回來 對再補再補 你可以了 對對這邊再補 可以可以回來回來回來 OKOKOK 好好好 這邊補回來就好了 好再繼續追 最危險的路段先過了 接下來就是全力追了 如果是最後一圈的話 阿爆就危險了 剛剛好 這邊還有一圈可以追啦 慢慢追慢慢追 不要把這些路線破壞掉就好 前面也是壓力很大了 這邊就是穩就好 一個字 穩 把氣量追回來 吸尾流 地方緊張了 死屋了 尾流上來 屁一下 哇太累了 但是干擾一下商品 來再來一個魚彎雙甩 吸尾流 繼續給壓力 商品現在壓力很大喔 來到185了 心跳 阿爆 怎麼在那邊撞了 閃電彎 閃電彎 閃電彎全速 啊 可惜了 這裡可惜了 哈爆 可惜了 只能說可惜了 那一撞我 的心 也停了 唉,這一把可惜了,真的可惜了 不得不說桑餅的停車點,真的是有點太可怕了 他停的真的蠻好的,說認真 都停在人家正在進攻的點位 然後讓對手有一個很大的 氣量的失誤 不過這個就是總決賽的 車輪賽壓力真的很大 可以看到豹哥很少有這樣的失誤 真的很可惜 再次桑餅對上炳秀,現在LSP是沒有退路的喔 再拿一分就是KDF的獲勝了 現在全村的希望阿 就在炳秀身上啦,炳秀加油啦 炳秀 你再開始 炳秀 炳秀超級冷靜喔 心跳室裡面選手最低了 100 還98 98加滿 可以炳秀,你行的 喔,還慢慢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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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但是一直被干擾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他心跳怎麼越比越慢阿 真的不緊張嗎,這位兄弟 怎麼越比後面越不緊張 天阿 已經進入到這個 弱魔室了嗎 難道他開啟那道門了嗎 這邊被凹了一下,炳秀救了回來 再做停車,幹了一下 才能掉下去 這邊鬆甩有成功守住 哇,賞秀 哇 被他救回來 才能掉下去 掉下去就比賽就 這一局就結束了 哇,炳秀 可以喔,超級沉著冷靜的 進入到弱魔室打開了第一道門 心跳還在持續的降 來到66 64 再停 哇,但是 把自己停死 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這個距離 加油,炳秀 雙甩,這邊要再加速了 再加速 哇,沒滿 中甩 中甩 再補再補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你不緊張 把氣補滿 對對對 這個距離 要再往前一點 吸,吸,吸 再吸 又彎 哇 哇 哇 這裡 大師已去了 桑柄 最後一個彎 恭喜桑柄 一 穿 三 打敗了 LSB 啊 這裡是 一穿三 啊 桑柄 太強啦 直接 4比1 帶走了 LSP 拿下了 這一季的冠軍啊 恭喜 KTF 再拿一座冠軍啊 哇 真的是 比賽是很精彩啊 但這邊好可惜喔 真的是好可惜喔 哇 希望大家看得過癮啊 雖然結果可能 有 不如預期 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啦 選手在比賽上 真的也是背負很多壓力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多多給予支持 跟鼓勵啊 真的 我覺得當然會有一些批評 跟一些 呃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覺得 更多的時候 是要給選手一些 鼓勵跟方向啊 好不好 我們就再一次期待 下一次 LSB 再衝擊一次冠軍啊 好不好 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好啦 今天比賽就到這啦 希望大家還是喜歡我的這個講解 那今天 就播到這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